周末假日台南有民众到回转寿司店用餐 结果发现对桌的男童把手伸向轨道 他不是要拿寿司而是玩轨道 用手挡住造成这个转盘转不过变成回堵 当下呢也不见家长制止 像这样徒手玩轨道 要是碰到盘中的食物谁还敢吃 对此业者回应说 接到客人反应之后立刻上前查看 但这男童一家已经离场了 如果发现一定会当面制止加强宣导 民众到回转寿司店用餐 看到这一幕实在傻眼 做对错的男童手伸向轨道 不是要拿寿司而是在玩 把自己的手当路障 挡在寿司盘前不给寿司过 这盘过不去下盘又来便回堵 男童玩开还伸手推 这是在吃饱找娱乐吗 却看得其他人胃口全消 徒手玩轨道要是碰到食物 谁敢吃 他可能觉得很有趣 卫生吃肉鬼拉肚子之类的 周末假日民众到知名回转寿司 在台南的分店用餐 发现转盘轨道便难同邮据 却不见家长制止 影片po网网友怒涵管他几岁 是我当下一定呵斥 谴责家长得负责 民众不好正面冲突拍下影片跟店员反应 业者说听到当下立刻上前查看 但男童一家已经离场 如果发现一定制止也加强宣导用餐安全 毕竟谁都不想吃到被人摸过的食物 记者综合报道